我们就是Sales,我的储存格的位置是一样都是在这个第2栏的位置 所以后面这个数字不会改,会改的是J 那J的话是第几列,第13,从13列一直到第20列 然后分别要把资料填上去,那填上去的公式的话呢 我基本上就是也是从这个地方前面都没有问题 第一个加上什么,加上J减掉,因为13乘上20 也就是第一次,即是13,13减13是0 所以第一次不会乘上20的倍数,那后面都会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跟前面那个RowColumn的观念是一样的 那再把两个组合起来 两个组合起来之后呢,各位可以看一下就是 FORI等于这个一样,2到21,那FORJ等于是3到20 那再来的话呢,就把J,J的部分是决定列,I是决定蓝 然后再给它一个什么呢,给它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部分也是一样,等于MID的,然后后面重点是在这里 I减掉,其实如果要把两个合并起来非常简单 就是把这一个放过来,加上什么,加上后面这一串 加上J减13乘上20 其实这一串,就是上面这一串嘛,把它放过来 然后后面的话都一样 放过来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完成了向 这个应该是向右的回圈 然后把这个其他的部分把它注解掉 比如说这几行,就单引号 单引号 单引号 OK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来试试看 这地方,那要执行它也非常简单 按F8 F8执行 先I等于2 Z等于3 输出,诶,照出来了 再来一样,照合云 不过你会发现,老师那方向不对啊 我希望怎么样,先让它向右再向下的话怎么办 一样嘛,把这个J放在上面 I放在下面 就是把内外回圈颠倒一下 那这样的话,再重新让它跑 应该就正常了 往下跑 我们照前孙礼 它就跑 跑完这一列之后的话,会跑下一列 那如果你OK之后的话,执行掉 这样的话呢,就完成了 OK 所以这个是向右回圈的部分 那等一下我会把这个程式嘛 放在那个云端白板上面 各位再试试看好了 因为这个真的是有点难度 那初期的话我想你们 至少可以把这个程式做出来 能够执行出来 没有问题 其实就很厉害了 OK,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就会很久没关系 那我们来的那边 我们来的那边 我们来的那边 我们来的那边